青天间已经看过方位 府里便开始将荣华的东西搬去南院 老夫人生怕南院人手不够 将府里得力地调了不少过去 二太太就直埋怨府里的人手不够了 老夫人想了想 又让人从庄子上调了些人进府帮忙 本来已经一切都准备妥当 又因下人进进出出乱了方寸 前世生怕出错漏 只得将人和事重新分配 相比二太太和前世的繁忙 荣华就舒适得多 南院比府里清静 荣华又跌上了脚 出行都是要坐在监狱上 一下子成了富贵闲人 什么都好 只是红英的事还没处理 荣华看向院子角落里 两个探头探脑的丫鬟 薛二太太防得他紧紧的 不给他单独和老夫人说话的机会 这种情形 恐怕要到薛明矮成亲之后 才会好转 荣华在院子里透了会儿风 回到内室叫来春瑶 去让人想办法和李妈妈说说 我有一将红英放出府去 问问李妈妈的意思 既然不能明说 只能绕个圈子 下午春瑶就得消息回来 李妈妈说 红英瞧着是个伶俐的 不如就留下日子 也就是说 老夫人有意将红英留给薛崇义 荣华点点头 薛崇义有可能已经和老夫人挑明了 既然如此 她也没有留红英的意思 等到薛明矮的婚事过了 就将红英送给二房 荣华这边安顿下来 到了晚上 常宁伯父就要进府采花堂 二房那边却炸开了锅 不好了 三爷找不到了 老夫人躺在榻上 听李妈妈说话 旁边矮桌上的阳角宫灯 透出柔和的光来 老夫人顺着灯光 看灯罩上的凤仙石榴 各色花 李妈妈低声地道 少夫人是为了追猴也才崴了脚 怎么平白就追起来了 是侯爷听说少夫人要搬去南院 这才发了脾气 老夫人转眼看向李妈妈 顿了顿 好久没有见明锐发脾气了 就算是在我跟前 我都看不出她心里在想什么 难得这次突然就急起来 李妈妈笑笑 这侯爷毕竟是才有当爹的 心里自然是特别在意 老夫人点点头 荣华去南院 我也是不放心的 有明锐过去也好 说着又想起荣华的院子 荣华那边也该收拾收拾了 将来还有请奶子 里面再做个暖阁出来 日后好让哥儿姐儿地住进去 方便两边照应 李妈妈道 说的是呢 老夫人又想起来 我记得 我屋子里有几幅好的山水画 挑几张颜色鲜艳地拿过去 也好有个样子 李妈妈喜的 那些画呀 老夫人好久没看了 不如我就拿出来让老夫人挑选 老夫人叹口气 用手去摸腕子上的麻菇线瘦 还是你来挑吧 现在我也没这个心思 手心手背 都是肉呢 我是一个都放不下 那麻菇线瘦的手串 是二老爷这次从培都买回来的 老夫人是又为二老爷的事发愁了 那红鹰是荣华无礼的 老二怎么就看上了那个丫头 等明爱成了亲 便叫老二过来 我自和她说 我房里的除了雪域海月 随着她去挑 或是给了她银钱 哪怕是百千两的 只要身价清白 随着她去买 不要为了一个丫头在府里丢人 李妈妈盲劝的 老夫人先不要急 红鹰虽然是少夫人的陪嫁丫头 也算是知根知底的 少夫人跟前呢 又不一定缺了她 我让人问过了 那红鹰从来就没进过那时职业 更没见过几次侯爷的 再说 少夫人也无心在屋子里替同房丫头 红鹰就和府里的二等三等丫鬟 没什么两样 应当是无碍的 今天呢 少夫人还前人来给我提起 想必是知晓老夫人的意思 老夫人指了指茶 李妈妈端来伺候老夫人喝了 老夫人道 荣华还让人说了什么 李妈妈眼睛闪烁 少夫人让我将那个叫红鹰的丫头 带过来给老夫人瞧瞧 带给她瞧瞧 难不成还有别的内情 荣华处理府内的事向来利落 从来不会这样的遮遮掩掩 又想及这几天荣华来她这里也勤了些 像是有什么话要说 可这几日二媳妇经常在她房里 荣华来了 当着她的面也不好开口 老夫人皱起了眉头 总觉得哪不妥 就算荣华答应了 可这种事传出去了 我们家的名声何在呢 红鹰是荣华的陪嫁丫头 就算敏锐不要 那也得由荣华处置 哪有她要的道理 这些年 我只看她官职长了 以为就精进了 谁知道 她还养了一身的坏习性 在外面包养什么小芙蓉 让朝廷知晓了 她这个官也就该到头了 先皇在位时 棉花极柳之人 一概不准进贡院 就更别提入室做官了 这些年朝廷为了取室 总是开恩科 朝廷里可用的人是多了 有些律力呢 却因此放宽了 他们才敢随意地 纳窃养外史 我看哪 这样下去 早晚要将老祖宗留下来的 李妈妈的脸色顿时变得煞白 生怕老夫人怒气之下 说出什么来 当今圣上如何 老夫人是半点批评不得的 老夫人也意识到自己的失言 声音猛地一收 不由地咳嗽起来 李妈妈就急忙上前拍斧 二老爷不是说了吗 以后再也不去干什么小芙蓉了 老夫人摆摆手 让李妈妈拿来饮枕 靠在身后 老夫人道 二太太也是想不开 整日里在府里 捏酸吃醋 有什么用 管束她言了 她不敢明着来 就在外面胡乱非为 只怕是闹出来的事 更难收拾 男人都是馋嘴的猫 你能管住猫不去偷香 顺理成章的那几个妾室进来 放在眼皮底下 这起码心里还有数 李妈妈连连的 要不然将二太太叫来说说 外面有几份颜色的丫头 有的是呢 找几个品行好的 也不是难事 老夫人冷哼一声 哼 她若是能受得了这期 就不会将身边的大丫鬟都陪了人 这一点 谁也不及大奶奶 老夫人说完话 抬眼就正好瞧见雪玉撩起帘子 向屋子里张望 不禁皱紧眉头 有什么事 站在外面做什么 雪玉就急忙走进来 我是怕老夫人休息了 说着就看向旁边的李妈妈 老夫人看雪玉神情闪烁 到底有什么事 雪玉这才到 也没什么大事 只是听说一时找不到了三爷 老夫人眼睛一跳就坐起来 什么 找不到明矮了 说完话顿时觉得头晕眼花 重新跌火在软榻上 李妈妈和雪玉顿时惊慌起来 急忙上前查看 老夫人摇了摇头 支撑着问道 常宁博家来人了吗 雪玉道 时差还不到 老夫人就喘口气 哎呀 让府里的人赶紧去找呢 雪玉道 二太太怕弄得满腹皆知 正让人悄悄地找呢 老夫人听了这话 胸口一闷 几乎透不过起来 半晌才道 糊涂 这时候 她只顾得眼下的脸面 殊不知 等到常宁波家里来了人 不见姑爷来开门 那才是真正的没法交代 府里这么大 找个人也不容易 荣华问道 有没有来跟我们借人 春瑶摇摇摇头 没有 只说二房那边在偷偷地找 将三爷房里的丫鬟和身边的小丝 都抓起来问了 二太太也是乱了房寸 现在天已经黑了 应该问门房上的人才对 只要薛明爱没有出府 便让人封了门 在园子里找 府里这么多的下人 很快就能将府里查一遍 春瑶道 二太太是怕别人知道不好吧 只要最后结果顺利 就不算丢了脸面 薛二太太毕竟涨嫁这么多年 就算一时犯了糊涂 也会马上地想清楚 让人去旁边的院子里看看 三爷别是在我们这边 春瑶交代了下面的婆子去找 一会儿就来回话道 门上的婆子说 下午的时候 看到三爷在附近转悠 后来也没有进南院来 奴婢也让人去找了 确实没在我们这边 那就好 外面的事就不是他能管的了 薛二太太让人搀扶着 去捧问薛明瑞的贴身小丝 那小丝还没回话 薛二太太便冷笑着道 若是有一字虚言 我便将你抽了筋扒了皮 看你还有没有胆子挑唆主子 那小丝素来知道二太太的手段 只顾着贵力求饶 二太太饶命 你小的真的没和三爷说过什么 刚没有挑唆半句呢 只是三爷要喝酒 小的就去拿了些来 那也是经过屋里姐姐们的手 二门之内 小的怎么敢随便闯呢 二太太听了这一些 又去了旁边的屋子 蝶飞蝶兰也是面无血色地 跪在地上 蝶飞蝶兰两个丫头 不见了薛明矮 早已经护软了 蝶兰更是不等二太太问 磕了几个头就道 三爷要喝酒 我们劝了又劝 三爷只是不听 就让外面的小子 去拿平日里爱喝的来 大喜的日子 谁敢腻了三爷的意思 我们也没法子 就值得将酒取出来 三爷自己在房里喝酒 我们姐妹去帮忙布置新房 屋子里就留了两个三等的丫鬟 谁知道 三爷先几个丫头手镯 将他们撵出去了 当我们回来的时候 进屋便找不到三爷 结果让人四处地寻 再后来就是禀告二太太了 奴婢说的话 不敢有半句欺瞒 二太太冷笑道 好端端一个人 能凭空消失了不成 你们平日里都是留下一个伺候 这怎么就一下子都走了干净 那些小丫鬟不进屋伺候 总该在外面才是呢 怎么连三爷的人影都没看到了 可见这些话里是漏洞百出 说者眼睛就横立起来 别以为这样说 就能一下子推了个干净 找不到三爷 就是活活把你们打死也不去 说者看向蝶飞蝶蓝身上的衣衫 两个人皆是上好的绫络段 这府里的丫头 哪个比你们穿得好了 稍稍给点脸色 就这样的轻狂起来 蝶蓝也连忙磕头 奴婢们都是从太太房间出来的 哪个有半点轻狂的模样 这一次真的是冤枉了 二太太只冷着脸 你们是看我病了 这才一个个的无发无天 光是今日的事 谁也逃不出去 说者就吩咐两边的婆子 拉出去打了 我看还有什么话说 粗使婆子听了消息进屋 只去拉蝶飞蝶蓝两个 两个丫头心里冤枉 哪里肯走 都悲悲戚戚地哭起来 这样挣扎着 这拆串也落了一地 二太太院子里这边打了丫鬟 那边这管是婆子就来到 找到三爷了 三爷是醉在了院子里 他之前躺在太湖市阴处 我们也没瞧见 这次细细地搜了 才算找到 二太太松了口气 指着往那婆子后面看 人呢 人现在在哪里 管是婆子的 三爷身上脏了 怕不能入眼 已经抬去屋里换衣服了 折腾了一圈下来 二太太是嘴唇苍白 一脸的眷容 她勉强支撑着 吩咐几个得力的 和我一起过去看看 二太太走了 蝶飞蝶蓝这边 也打完了板子 让人抬着下去养伤 两个人受了 这样的无望之灾 都一咬着袖子 乌野起来 旁边的粗食婆子 就急忙劝道 两位姑娘快别哭了 让二太太听了 可不得了 蝶飞蝶蓝两个 那顾得上这个 胸口的冤屈 半点得不到疏解 侧头互相看看 目光流转 欲言又止 等到敷了药 屋子里再没有别人 蝶蓝才道 这种事 就算遮掩 也遮掩不过去的 将来等到事发 我们俩说不定 真的就要被打死了 还不如早些 向二太太说清楚呢 免得在人前受辱 蝶飞道 你以为话说出去 就能好了 说不得最后 又是什么下场 蝶蓝冷笑道 那也好个受这份气呢 三爷平日里 虽然对人好 我们也没少 受了他的牵连 整日里被钉得死死的 若是真有什么干系 那倒也不屈了 我们却是一身的清白 替别人受了罪 二太太只顾哪人撒起 却不好好地查个明白 这到底是什么原因 蝶飞看看外面 就忙劝住蝶蓝 小心隔墙有耳 说出去了 你还想不想活了 蝶蓝也是没了话 只是江头闷在被褥中 薛二太太这边 忙着去薛明矮的屋里 刚侧头问杜鹃 现在是什么时辰了 杜鹃还没回话 二门上的婆子就到 三奶奶娘家来人采花糖了 这就要放炮仗了 正说着话 只听一声清脆的爆竹声响 紧接着又是两声在后面 这是催促薛明矮去迎门了 二太太的脸色变得更加难看 让人搀扶着 这还摇晃了一下 快快去看看 三爷穿好衣服没有 任凭丫鬟婆子如何地叫 薛明矮是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 二太太进了内室 顿时就觉得酒气是扑面而来 一个三等的小丫鬟 端了一盆污秽下去 剩下的人都在床边患着薛明矮 薛明矮的衣服还未换上 众人是忙得忙乱得乱 二太太见到这种情景 在想到常宁伯家已经在府门外等着了 顿时就怒火上扬 起了一身的冷汗 还愣着做什么 还不将三爷扶起来穿衣服 就算是抬 也要给我抬出门口去 通常都是亲家一叫门 姑爷就要立即将门打开 晚了就是怠慢了亲家 男友放了炮仗 这还迟迟不开门的道理 丫鬟婆子这边七手八脚地 给薛明矮穿衣服 那边薛崇义已经听到消息 气冲冲地进了门 见到薛明矮醉生梦死的模样 拿起桌上的茶 就向薛明矮的脸上泼去 逆子 这时候给我丢脸 还不如打死干净 还有什么事你做不出来 这时候便是做死了 我也能向人家交代 去弄出这副鬼样子是给谁看 薛崇义发了火 众人都不敢再出声 生怕是引火上身 薛明矮这时候 也迷迷糊糊地醒过来 见到父亲盛怒的模样 顿时就酒醒了大半 薛崇义道 我怎么教出你这样的混账东西 这府里的脸面 都让你给丢光了 二太太就忙上前劝说 老爷暂时饶他一命了 好让他换了衣服 赶紧去迎请将嫂子进府 等这件事过去了 随老爷怎么处置 说着就给旁边的管事婆子 使眼色 那婆子顿时明白 急忙让人又去拿干净的衣服来 薛崇义是心头怒火 究竟不消 我坦坦荡荡这些年 最终礼节 无论是去哪里 也是挑不出半点的错漏 却偏生下这么个东西来 二太太又要上前劝慰 薛崇义新教自己筹划 已久之事出了披露 哪管其他 也是劈头盖脸的骂将起来 现在给他讲情 有什么用 怎不知道一早安置妥当呢 平日的对他多有宽衷 否则怎么好端端的这样起来 请不吝点赞 and smash 词咏 请不吝点赞 and订阅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